清朝灭亡前发生三件无法解释的怪事 这世上真有亡国之兆 大家好 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 满清王朝这一古老政权 开始步入不可逆转的衰败之路 其步伐沉重而决绝 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清王朝遥遥欲坠 不仅给一万中华儿女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更拉开了中国长达百年的屈辱史序幕 在任何一个王朝走向终结的前夜 总有一些诡异现象悄然浮现 他们如同暗夜中的低语 诉说着帝国的根基已动摇 这片古老的神州大地上 上演了一幕幕令人费解的诡异事件 有的地方天空中出现了奇异的景象 有的地方古老的庙宇突然传出诡异的声响 还有地方自然界的力量失去了平衡 洪水干旱地震等灾害频发 虽然无法直接证明这些诡异之事 与清朝灭亡之间的直接联系 但他们无疑成为了那个时代社会动荡 人心惶惶的生动写照 一、光绪大婚前的意外火灾 本应是举国同庆皇帝大婚 却意外被一层不祥的阴影所笼罩 时光回溯至光绪14年 1888年 那时光绪弟年满18岁 在皇室中算是大临未婚了 6月19日7月27日 慈禧发布一旨 确定光绪弟于明年正月26日打婚 慈禧太后很不情愿 因为皇帝大婚 意味着其正式步入成年 理应亲政 而慈禧自是不愿放权 唯恐失去对朝廷的绝对控制 10月初五11月8日 两道一旨同时班下 一道一旨宣布立叶赫纳拉禁分为皇后 另一道宣布是郎掌旭的两个女儿 分别立为景平和真平 后禁封为景妃和真妃 就在大婚前夕 紫禁城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火 光绪14年赖月15日深夜 一场突如其来的烈焰肆虐 将象征皇权尊严的太和门 真渡门及昭德门都被吞噬于火海之中 当时宫中的防火设备已相当陈旧 加上暑酒寒天 太和门前金水河里只有洞成几尺的厚冰 没有足够的水源 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爬上了见证 顺制登基 皇帝御门听证的太和门 借着风势 大火四处蔓延 直到17日才被扑灭 光绪帝师汪童和在日记中沉痛记载 死灾其也 惊心动魄 奈何奈何 火灾之后 紫禁城内人心惶惶 谣言四起 慈禧与光绪皆忧心忡忡 寝室难安 尽管慈禧太后下令启动朝门重建的浩大功成 奈何婚期日静 完全按照旧贸复原实属奢望 且皇家婚期不可轻易更矣 依照皇家大婚的规矩 皇后理应从大庆门入城 今太和门步入深宫 而今太和门不幸遭焚毁 皇后入宫的门户成了难题 面对此等窘境 内务府调集京城内所有擅长搭棚 表胡扎彩的能功巧匠 下令他们不分昼夜 以旨为才 重建了一座太和门 力求完美复刻 确保婚礼顺利进行 在用纸扎的门头下举行仪式 光绪皇帝大婚似乎在进行一场冥婚 狠出眉头 这不仅预示着光绪皇帝的苍凉结局 也意味着大清帝国的末日不远了 二 透出诡异的戏般表演 1894年 清政府与日本进行对决 史称甲午中日战争 大连吕顺不幸沦陷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日军几乎未遭抵抗 便占领了吕顺城 随后进行了为期四天三夜的残暴屠杀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无论男女老幼 几乎未能逃脱被无情杀戮的命运 日军像野兽般肆意杀戮无辜 丧失人性 令人发指 将吕顺变成了一片人间炼狱 这场被称为吕顺大屠杀的惨剧震惊了世界 据估计有超过两万平民无辜丧生 之所以还有36位幸存者 是因为日军让他们搬运同胞尸体 后来 清朝官员顾元勋接收吕顺 由他出面主持建立了甲午战争遇难同胞墓 并亲书万中墓 三字于石碑上 时至今日 万中墓仍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沉默证明着历史 在这期间 还发生了一件让日本士兵至今心有余悸的奇异事件 当地有一座著名的吉仙茶楼 曾是富人休闲娱乐之地 茶香鸟鸟 情声悠扬 然而 随着吕顺的沦陷和富人的逃离 这座茶楼已经荒废 在日军大肆屠杀之时 一阵凄凉悠长的戏声却从茶楼中传出 这声音 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与周遭残酷的现实格格不入 日本士兵寻声而去 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呆立当场 双腿部由自主颤抖 只见那些哼曲之人 四肢僵硬如铜墨偶 脸上毫无表情 眼神空洞无光 脸色惨白 整个人看起来更像是冥界游荡的幽魂 各位骇人的是 这些人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所控制 永远不知疲倦地重复着那只曲子 一遍又一遍 而台下却空无一人 没有观众 没有掌声 日本士兵大声呼喊 却无人回应 台上的演出依旧继续 在场的日本士兵 无不感到毛骨悚然 纷纷吓得失魂落魄 仓皇逃离 这段奇异的经历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的阴影 其实当时日本士兵所见的 并非真正的鬼魂 而是一圈因目睹了同胞 惨遭屠杀 家园支离破碎而陷入极度绝望与悲痛的戏子 他们无力改变现状 也无法以直接的反抗来宣献内心的愤闷 只能借助毕生钟爱的戏曲语术 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 循环往复的演出 以此控诉腐朽 无能亲王朝 三 一百德军花钱占领日照 1898年 德国 这个已占据青岛一年的列强 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战略位置 举足轻重的日照室 彼时 德国驻青岛的兵力不过区区五千 却仅派遣了一支百余人的侦察小队 悄然潜入日照 意图探明地形 为后续行动铺路 德军侦察队发现 尽管日照城规模不大 但其防御体系却异常坚固 青军装备精良 得要储备充足 城防攻势更是坚不可摧 即便是重炮轰击 一须时日方能撼动 指挥官派遣通晓中德双语的传教士 作为使者 向青军提出条件 只要青军放弃抵抗 交出城池 德军不仅保证不伤害任何一人 还将给予每位青军士兵 一枚阴阳墨西哥银员作为奖赏 这一提议 在常人看来近乎荒谬 德军自身也并未寄予厚望 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 然而 令人震惊的是 青军竟欣然接受了这一条件 毫无抵抗地放下了武器 甚至以欢庆的姿态迎接 有军入城 两千余阴阳 轻而易举地换取了一座城池的翼主 这一幕不仅是对国家尊严的践踏 更是对忠诚与信仰的嘲讽 更讽刺的是 德军侦察队途经一处浅滩时 当地村民非但没有丝毫敌意 反而争先恐后 愿意背负德军探过浅滩 为换取一枚阴阳的微薄报仇 冯法尔肯尚未在其日记中记录 我们几乎是骑在了中国人的背上 踏入了这座城 看似荒唐 实则展现了民众 对国家认同感的严重缺失 官兵义无为国捐躯之志 整个国家如同一座腐朽的巨塔 似乎轻轻一推便可倾覆 类似荒谬的事件还有 比如 圆明园被焚毁 据说部分是由对现状不满的百姓 给侵略者带的路所致 百姓生活在社会底层 在不公的世道下 生存压力巨大 在他们眼中 圆明园虽为皇家园林 辉煌壮丽 却与自己无关 当外敌入侵时 一些人或许出于私利 或是出于对国家机器的失望 选择了帮助侵略者 底层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对家国大事不敏感 中层官员多是贿赂上去的 没有办实施的能力 连看报的兴趣都没有 而上层掌权者 多数只考虑自己牟利 这样的帝国 注定远落 这些怪事 不仅揭示了王朝末日的临近 也预示着2000多年封建制度 即将走向终结 与其说奇异之势是亡国之兆 不如说时代风云变换 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们也参与编织 历史更迭的宏大图景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